嘿 大家好 中国预言期整的长头诗 我们接续上集继续来探讨 今天就会讲到20世纪之后了 在上集讲到明末国家弥烂 月数年乃上国家 再来是 由八旗常在生之主出焉 这个讲的就是大白话 满洲八旗崛起取名而代之 这边有小字的注解 自清朝而言 使用了清朝这两个字 应该就是在1915年刊印出版的时候 所加的注解吧 但是这个小字是长头诗的最后一个批注 再下来就没有了 接着继续 人皆口内生火 手上走马 头上生花 一皆两皆 天下几非人类仪 总之把八旗兵是形容的 异常奇特凶猛 手上走马 算是点出了厉害的 满洲蒙古旗兵 头上生花 就如同前面讲 元朝蒙古人的 人皆批法 头生花 是一样的 特别指出了 北方古代门蒙 都有着与中原汉人完全不同的 风格独具之特殊法系 不过呢 他这边第一句说到 人皆口内生火 这个寓意就有点奇妙 人又不是什么恶龙 怎么会口内生火 是可以吐火的吗 我们在此提出两种解释 第一种可以理解 形容南下清宫的八旗征服者 抄着汉人无法理解的满洲话蒙古话 口出凶恶的言语 进行掠夺杀戮 第二种 是不是这句其实隐藏着什么猜质的重要资讯在里面 很有可能 大家知道满清崛起的创始人 十足大佬 汉文写成 鲁尔哈赤 来看哈的第一个解释 张口夫妻 这个主体就是口 口内生火 火在五行之中 这边很清楚 可以看到 属于赤 所以口内生火 就是哈赤 就是 鲁尔哈赤 这种猜质的暗示法 也算是很厉害 口内生火 这四个字 也算是很形象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口内生火要干嘛 当然就是要哈火出来嘛 那不就是哈赤了嘛 然后 讲满洲八旗崛起的最后一句 天下几非人类已 这边 长头师的观点很明确 这个八旗 虽然是个新崛起的主 但却非善类 是杀戮生重 不然怎么说 天下几非人类已 没有错 满清入关之后 屠杀人民无数 扬州死日 家定山徒 死鸡斑斑 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接着 月二百余年 又有混世魔王出烟 头上生黄毛 目中常流水 口内食人肉 于是人马东西走 苦死中原人 事情大条了 混世魔王又出现了 时间点就是 满清入关之后的 月二百余年 这个就很好解了 就是1851年开始的 太平天国 只是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 就是过了207年 没有错 而且太平天国 那种恐怖分子的邪教集团 的确非常符合 混世魔王的称号 常投资 提到的这些混世魔王 不是开玩笑的 上集说到 有可能这是文学的形容词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是从更高维度来的 超负面 邪魔集团 下来这个三维世界 吸收恐惧 收割人命 以壮大黑暗的邪恶势力 毕竟这个宇宙就是 恶元对立建立起来的 有白就黑 有阳就阴 有善就恶 有神 就有魔 太平天国造成了 数千万人的上升 被称为人类史上 最惨烈的一场内战 再来还是细看一下 虽然说这一段是很明确的指 太平天国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他的文字 是否有契合好了 头上 身黄毛 目中 常流水 这两句 除了带给读者说 这次的混世魔王的 诡异印象之外 看起来并没有点出 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 当年 仪秉日记之中 有描述 1853年3月8日 南京城被困 太平军 自城外 自江东门 横广十余里 一望无际 接红头人也 记录了太平军 都是头戴红金 诶 没有错 后来的电视电影 也都是这样演的 所以这跟 头上身黄毛 没有什么 对应关系 那么这两句 跟太平天国的代表人 红秀全 有没有关系 看起来也没有 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 红这个字 是大水 墓中 常流水 还是比较合不上的 那么 口内 食人肉 噢 这个就契合 太平天国 末期 食人肉 当作田 鹿 恶浮满道 絲衡遍野 当吃人 成为日常 家家户户的碗里 都有人肉 战争中 人人都可以成为恶魔 可怕 太恐怖了 这些留下的历史记载 太多了 当然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 如果迎来的大乱世 就会出现很多人相识的事情 有多次发生 并非只有太平天国而已 那么 这场历史十多年的乱世是如何结束的呢 最终 太平天国 是灭亡在 同治皇帝期间 被郑国藩为首的集团所灭 时间是 西元1864年 一起来看一下 长头诗是怎么说的 若非真主生于红艳之中 木子作将 念口作成 天下人民尚有存者在 在这个答案 我们现代人都已经知道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面还是有相当难解之处 先来看最简单的 木子作将 木子梨 就是曾国藩的学生 徽下大将 李鸿章 李鸿章 逐渐的与乡军齐名的 怀军 与太平军 熬战 此后直到清末 李鸿章与怀军系 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看到这个李鸿章的出场 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那么曾国藩人呢 难道是这四个字 念口作成吗 大家都知道 这个念 就是二十的意思 二十个口 哦 为什么 二十个口是曾国藩呢 这个要怎么解 在玩意志游戏嘛 我们查一下曾国藩的资料 原名只称 字博含 普名传裕 什么是普名呢 普名就是在祖谱上登记的姓名 代表宗族地位与辈分 依照宗族的惯例取名 大家看哦 曾国藩这三个字加上 博含的博 再加上传裕 总共六个字里面 有很多个口啊 隐藏在其中的 或是切割 重叠 相互包括的 有一堆口啊 大金兰这边总共数出了 19到21个口 所以说念口作成 用这种有趣的暗示法 点出了 曾国藩这个人 好 那么回来看第一句 若非真主胜于红艳之中 这个真主就是 木子作将军念口作大臣的皇帝主子 之前我们已经发现 长头是一个特色 就是秩序与混乱的 恶元对立 对应于混世魔王的就是 真主 真龙 有道之主等等 虽然历史很清楚 太平天国横跨了 咸丰到同治时代 两位皇帝 并且在同治期间 得到了一个史称 同治中心的称谕 但是 若非真主胜于红艳之中 这句 却是隐晦无比 不明所以 由于同治帝是 咸丰帝与慈禧所生之长子 难道他说的红艳 是指咸丰与慈禧吗 真主胜于红艳之中 还是说 在讲同治帝的出生年份 同治帝出生于1856年 五行生肖是火龙年 难道他说这个红艳的意思 是指火龙吗 好像也不太合理 还是说 真主胜于红艳之中 是在暗示 同治帝即位的年份 他的爸爸 咸丰帝在1861年领便当 登出的人生online 同一年 稍后 同治帝即位 1861年是 新有年 新金有鸡 也就是金鸡年 难道这是用红艳来暗指 金鸡吗 这个就不好说了 也是勉强 不纠结了 有一个感触 在长头诗里面 往往在关键的时间点 点出了非常明白清楚的历史转折 但是其中许多文字 却让人难以理解 不知所云 令人不禁怀疑 有可能是作者怕 泄露天机 太过于完整 太多 所以故意写一些 不影响时间大局准确度的 会设难解文字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统计一下 长头诗所出现的混世魔王 第一个是唐代的皇朝 然后宋代到元代 没有混世魔王 接着第二批 混世魔王是明末的张宪忠 李志成 然后第三批 混世魔王则是清朝的太平天国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个恐怖的巨大邪恶负面势力 在中共国传统的学校历史教育课里面 都是属于正面肯定的 而相反的 在台湾这边的历史教育 则是与长头诗的立场比较接近 认为以上三个农民起义 是属于负面评价 那么为什么中共对于这些古代魔王们 是赋予好感的呢 除了中共的崛起 是同类的过程之外 更是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物以类聚 是一伙的 接下来内容明确昭示了 中共就是长头诗所认证的 第四批魔王下界 以中国大地上 广大人民的贪婪、恐惧、仇恨的这些 负面能量为实 进而成长壮大 然八十年后 魔王遍地央兴满天 有之则有,无之则无 经营水水去 土木了无人,不信待信 往来又有惊 哦,看到了 魔王又出现啊 而且遍地都是啊 看到这,很清楚 这个时间年代标定也太明显了 然,八十年后 说的就是 真理等降臣 平定太平天国的八十年后 太平天国 灭亡于1864年 八十年后 就是1944 1945年开始 魔王遍地 央兴满天啊 可以发现,长头师讲完太平天国之后 就直接跳到了中共崛起 之前还有推翻满清帝制 建立民国共和 军阀歌剧 中日抗战等等这些 现代人认为很多的历史重点 长头师为何都没有提到呢 因为长头师只讲真正超级惨烈 甚至人相识的大乱世 这就代表说 他没提到的其他历史 相对起来没那么惨 还不够格称之为大乱世 要拿出来讲 而乱世如何结束也必须交代 所以他也会讲到 真主出焰 真龙降世等等 一乱之后一致 为了稍后的说明清楚 我们把这段文字定义为 中共第一段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定义了 中共第二段 与中共第三段 这是由于这些是已经都发生过的历史 所以我们才能明确的如此区分定义 中共第一段讲的是 1945到1949期间 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 与国民党进行内战 同时也带领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打土豪好斗地主 分田地义分财产 大清洗啊 所以才说魔王遍地 央心满天 并且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 消灭了财产私有制 所以说经营随随去 然后打破旧社会全面斗争都来不及了 当然不会有什么进步的建设了 所以说土木了无人 至于最后两句 不信戴信 往来又今 看起来是语言不详 又像是藏有什么密码 不过呢 因为解不出有什么意义的东西 我们就先不讲了 好 接下来是中共第二段 月数年后 人皆头顶五八之帽 身穿天之衣 而人类又无疑 这就是讲 1949中共建国之后 与他的结论评价 既然中共第一段是1945年 那么月数年后 就来到了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 人皆头顶五八之帽 身穿天之衣 五八之帽 就是有着红色五角星的 八角帽 天之衣就是蓝色或灰色的毛装 天空的颜色通常是晴朗的蓝天 或是英语的灰色 这两种 全国大家都这样穿 这边他说的帽子与衣服 都描述的非常清楚 没有错误模糊矛盾 令人怀疑作者很可能是能够穿越 时空的神仙 有亲眼见到 不过回头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身处 1915年中国预言七种刚出版时候的读者 看到这个月数年后 人皆头顶五八之帽 身穿天之衣 可能会觉得 前面才说的魔王遍地 央心满天这个乱世 已经结束了是吧 才没几年而已 因为月数年后 大家都戴了很特别的帽子 人人都穿了很梦幻的天之衣 到底是什么未来科技的大要禁 使人类的十一柱形 突飞猛进 结果完全相反 接着是这一句转折 而人类又无疑 没有错 事实就是1949 中共建政之后 三反五反大要禁 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而人类又无疑 这个意思就是 正常的人类社会 又不复存在 从1945开始 一直到1976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 也就是对应了 魔王遍地 到最终 而人类又无疑的时期 这就是长头师 对于中共势力的定调 与皇朝之乱 张宪宗李志诚 太平天国完全齐名 实实在在的一伙 魔王阵营 邪恶势力 以上中共第一段 到第二段的预言 在时间点与性质方面 的确是非常惊人的准确 再来就到了 中共第三段的内容 开始有转折 信由小天刚下届 扫除海内额太平烟 哦 就两句 这边点出了 之前的魔王乱世 是如何结束的 毛泽东死后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几年 邓小平上台 与美国建交 推动改革开放 吸收港资台资 各国外资 再来就是 经济高速成长 人民生活 大幅改善进步 成为了世界工厂 迎来了数十年的 太平岁月 大家看哦 信由小天刚下届 扫除海内额太平烟 不仅仅是 邓小平其人形象 相当符合 小天刚之外 这里 第一句与第二句 也分别埋伏了 小平 两个字 相当奇妙啊 总之 描述中共这三段文字 走下来 确实是符合 应验了从 1945 1949 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历史 必须说 长头师的确也是真预言啊 看到这里 许多朋友不禁会问 那么长头师有讲到现在 总加速师的时代吗 没有错 这的确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 来看下一段 太宗曰 太平之后又落河 纯丰曰 90年后又有木蒲之人出烟 常带一枝花 太阳在夜 太阴在日 问乱三河 两广之人民受无穷之祸 哦 直接一跳到90年之后啦 到时候又天下大乱了 那么是哪一年呢 就是小天刚下界 扫除海内额太平烟的90年之后 我们来算一下 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 邓小平最终取得了政治斗争之胜利 在1978年年底12月的大会上 邓小平批判了毛泽东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提出了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解放思想 时事求是的理论 那么我们就取个整数 1980年 用1980年加90年等于2070年 那就是距今未来40多年 快50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就先不用看了吧 因为很多相关的人事物 现在都还没出声出现 虽然长头斯的内容 刚好略过了我们现今的时代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到2070年之间 没有什么资讯 一片空白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长头斯讲到太平天国结束之后 就一次跳到了中共崛起时期 空白的80年间 发生了八国联军加武战争 推翻满清军阀割据 中日战争等等一堆乱七八招事 他也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长头斯没有讲不代表没事 只是没有到达地域等级的悲惨境界 所以他不会特别拿出来讲 好的 因为要赶紧的在新日晚上 今天要更新上片 所以就先讲到这边了 下次我们再继续来补充 先预告一下 会进行本集的重置加长 完整版来做补充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注意老规矩 大静人总和研究所 我们下次见